今天来送老大回笼 现在此时此刻 应该很多家长都说 孩子终于开学了 就不用在家烦家长 是不是这样呢 然后他的行李呢 我这两天一直在忙工作 也没有空给他去收拾 全部都他自己收拾的 188 在这边 4030 在这 走吧 我不想双话了 没有电机 全的楼梯四楼 我们一点一点上去就是了 因为这才二楼 三楼 老大已经被不想说话了 哇你这屋里四个人呢 我觉得这句话挺适合你的 来给他念出来 是吧 来你看这都是你学姐留下来的 还有那个玻璃上都是啥 妈呀看来你这个屋里 之前住的是学霸呀 咋样可满意 你现在睡也要是在上面睡 变成小的了 主要是没来得及给你买 等这两天买了之后下一次来给他带过来 这个四天套很有纪念的意义 三年前了 我已经在寿春中学三年了 他第一次到寿春的时候学校里发的 也挺有寓意的 以后就没有人跟你搭上桌子了 等着好了吗 可以还挺齐全啊 我感觉你还少很多东西 再买个小衣服的那种 家里不有吗 拿一个来就行了呀 然后再买个台灯 哦对 你在斜州也没有台灯也不行啊 没有 还有你的小娃娃 还有我的娃娃 这估计你到时候都摆不下书 你知道吧 老大已经收拾好了 现在带他去买一点东西 买一点手底下用的 再给他买点零食 因为在学校要待三天是吧 你这三天的话是继续吗 还是啊 这三天什么学前指导 然后继续应该是在9月2号 2号到6号 给他在这上面冲卡 冲了之后了呢 然后他要在这上面取钱 你看后面好多人 老大现在很好奇的在参观他的这个学校 是不是很期待 会有很多新的同学 还有新的老师 但他们说四中的老师几乎都是什么 就是 自身教授 所以他们四中相对来说 其实比那个八中的话是不会差的 然后接下来三年的话呢 你肯定就是学习压力各方面也都比较重 放同心态 好的去学 而且我跟你说 他们说高中是 就是最有纪念意义和回忆的一个三年中段 你可能会认识很多人哪 包括 友谊之间呀 情感之间呀 各方面的问题呀 你想啥吗 反正你放心 恋爱是不会谈的 我支持你 最高中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学习 你的目标是什么 985211肯定得有志 还是要有远大的目标 还能有课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们两个都在各自的领域好好努力 最后顶着教育就好了 老大今天已经开始步入高中生活的第一天 他在这待两天 适中这个学校的话 整体来说 环境也好 教学资料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他的书上 我觉得还挺豪华的 其实有很多话跟他讲 但是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有时候也想啊 闺女你加油 你努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好像说的又没有用 因为我家老大 他是一个知道努力的人 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的人 而且他给自己的压力特别的大 前两天跟他初中的班主任聊天 说在初三的时候最后阶段 其实你家老大压力很大的 我能感受得到 而且他真的很努力 然后班主任说 像他这种性格 你在上高中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心理疏导 和给他释放压力 你不要去告诉他你要努力 你只要多陪伴